掌握未来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百分百 我是伦院多顾王兴杰 我想昨天因为受到整个电子股 特别是平盖股重挫的拖累之下 大凡指数是下跌了百点 那今天反正是在整个原物料股 大涨的一个反弹的大动之下 大涨的一个带动之下 指数是以上涨的六十几点来做收 那我相信 幸远是我对整个大盘加卷的指数看法 你也很清楚 不会因为昨天大盘大跌百点 我就看空 就告诉你这盘要走空的 要波段重挫下去了 好像就好像其他专家一样 说手上的股票全部都已经卖光光了 我不会因为昨天下跌百点这样讲 当然我也不会因为今天的上涨的六十几点 而又改口看得很乐观 告诉你这个行情 即将马上波段大涨上去 我想第一个针对整个大盘加卷的指数看法 不管是从之前的高点 一万零八百多点 提醒你小心点底的一个法人结账卖压 那我相信其实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几乎外资就卖了八百多亿 几乎法人都是出多尽少了 当然你不能说那一天的 今天的一个指数反弹是十六点 上涨了四十六点 上涨了四十六点 法人站在买饭就说法人在买钞 我相信大家都是理性客观的 过去这一个多月来正如我所讲的 法人是站在真的是结账卖压 那我也之前在高台告诉大家 年底之前大盘加卷指数 就是一个区间的震荡打底格局 相信除非明后天 礼拜是礼拜五 有本事两天大涨四百点上去 创下今年的新高 我则应该完完全全 验证我在一个月前 当时在这边领先市场告诉你的 好 十二月 今年的十二月不要看指数 指数没有大涨的条件 就是一个打底的格局 那至于打底到什么时候 我想如果你是姓小 是一个待测的粉丝好友们 相信你这一两天 应该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续收到 我们的服务人员 可以打电话给你 送给你的这一份 新假事送给你这一份 2018年的台股推背读 我想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那针对整个行情的看法 一样 我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不会因为昨天大跌白点 藏黑看空 也不会因为今天的上涨 就以为 那之外的以为要破断大涨 第一个针对指数的看法 我没有改变 一万零两百点到一个 一万零六百五十点 曲线达底 上游记线压 曲线跟整个空方缺口压力 那虽然这条基线 目前是微幅上扬的 但别忘了 下个礼拜 也就是元旦过后 曲线开始扣抵高指数区 换句话说下个礼拜 指压指数没有在一万零六百多点之上 则这条基线将正式盖头反压 一段时间 将正式盖头反压一段时间 上游记线压力 下游连线的支撑 所以目前行情就是一个区间震荡打底 而在这区间震荡打底的过程当中 我想 重点就是在 选股做多 重点就是在于 你有没有 跟紧性角色的家族成员脚不一样 买对股票 抱对股票 现在是开开心心的波段大赚 或者你可能运气不好 可能跟错的专家 或者自己操作不顺利 可能买错的股票 比如像平盖 比方说在整个所谓的一些光学股 车电股 还有其他的一些 relicore的电子族群 可能这一波 没有避开的 这些电子族群的一个大跌的一个 修正的风险套在里面 反而让自己严重套脑 甚至已经停损出场了 那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个人看法 其实就如我所讲的 我认为未来这段时间 就如同 就算大盘指数这边打底完 这里打底完再大涨上去 我还是必须告诉你 未来你只要 买错股票 报错股票 我会非常肯定告诉你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保证让你赚指数赔价差 保证让你赚指数赔价差 那为什么说唯有换股且换对股 你才有机会反败为胜 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你自己或跟着其他专家 操作不顺利的人 你真的只有换股 而且换对股 你才有机会反败为胜 那为什么这么讲 你看昨天的长黑 我们说刚刚讲 跌倒的是平盖股 今天的长红 涨到的是原物料股 你回过来看 昨天大跌的GIS 长黑破底 今天大盘涨64跌 请问GIS有大涨吗 有啦 涨了多少 好多 1块 沿路的盘跌下来 沿路很多的专家 带着你再摸底 摸到现在为止 还在破底 今天只是想要涨1块钱 对不对 6269的台郡 我想也是一样 跌升了 昨天几乎刹到跌停板 今天小反弹 甚至包含你看到的股王大立光 今天还在长黑破底 重挫195块 31加89的紧缩 今天还在中长黑破底 对不对 光学股也是 亚光 不管之前在这120几 叫你站在卖方 这边的反弹告诉你 这里还是卖点 对不对 今天亚光不是还在破底吗 打盘反弹64点 上涨64点 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今天还是跌3毛点 持续破底 我想这些的光学类股 之前人人看好的光学股 对不对 郁金光 3630的新巨科 3362的仙境光 对不对 3504的阳明光等等 我相信 不管它有没有在破底 几乎这一波都还在一个相对低档区 那就像我所讲的 你会发掘 昨天跌100多点 跌到这些股票 特别是平概股 今天大盘涨64点 反而涨到的又不是你手上的股票 但是我相信 如果真的再让各位投资回到 一个月前 你绝对会 拿着 你绝对 你会买GIS吗 不会 我相信如果一个月前 你绝对跟着信息老师买进的是 达麦 我想达麦 昨天大跌100点 达麦开高左低收小黑 今天大盘涨64点 相信大家看到的 达麦今天 盘中再度量增长停板 恭喜 来到94.7 收盘长欧 再度的刷新历史新高 而从整个D档 这波的D档区 整理接近尾声 即将喷出之前的46块 到今天的盘中 已经高点再刷新高 已经来到94.7元 那我想从46 涨到94.7 相信各位投资朋友 你的心算 你的数学 应该都比信息老师买还好 买一张 当时只要46块 一张4万6 你可以赚48.7 赚4万8 4万6可以赚4万8 一张 而且我讲的是信股 还不是农资 我相信到今天为止 达麦 真的如我之前 我相信 过去 大概这几个月之前 在50块以下 不管北中南 任一场演讲会场 你应该常常听到 我在跟你讲达麦 达麦 达麦 当时 我应该在演讲会场 都跟大家讲过 我也在整个Lite粉丝好友里面 高速信脚师 Lite粉丝好友们 达麦 这档股票绝对有机会 挑战三位数 绝对有机会 让你在50块以下买 跟着信脚师的家族成员 跟着所有 信脚师的Lite粉丝好友们 让你财富倍增 一档股票 光现股 让你赚一倍 让你赚一倍 那我相信看到 今天的达麦的大涨 其实就如我所讲的 相信 应该很多投资朋友 会觉得说后悔了 早知道 我就把GIS 换到达麦来 你要不要换来达麦 你要不要把你的鸿海 对不对 之前换到达麦 你要不要把你之前的台区 对不对 换到达麦来 换到达麦来 你要不要把你的光学股 不管是雅光 不管是 所谓的一个 郁金光 或者你看之前 股价还比 新巨科 还比达麦高的虚巨科 现在剩下40块 达麦现在在90几块 一来一回股价已经差一倍以上了 差了1.5倍以上了 这叫 其实这个都是另外这个财富重分倍 所以其实我刚讲的这些东西 甚至把你说今天的指数大涨 就是涨到之前跟你讲的 红韵当头的原物料股 中红今天一根长红 股价创下的整个最近好几个月 一个破断新高 那其实 为什么说整个平概股 我到现在为止要告诉你 不要因为短线的跌升 就去抢到反弹 也不要轻易去摸平概股的底 因为大家很清楚知道 未来这几个月 你只有看到平概股的利空 你让你绝对感受不到平概股的利多 原因理由就是 平概股开始要进入淡季 一个是即将从忘记进入淡季的平概股 一个是现在正在忘记的原物料股 一个是把人在持续调节卖超的平概股 一个是你看到的 从外资天天在买超的到最近这两天 连投信也进来大买的原物料股 我相信各位投资人很清楚知道 就如我刚刚所讲的 你现阶段 你要从哪边 才有机会 可以让你赶紧在股票市场 赚到钱反败为胜 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你可能自己或者跟着其他专家 操作不顺利的投资朋友们 我个人给你良心的建议 唯有换股且换对股 你才有机会反败为胜 至于平概股 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落底 做一波比较像样的一个终极反弹 时间点到 我自然会在家族成员的盘中讯息 我自然会在lice粉丝好友里面告诉大家 那回过来谈到整个 达麦的这档股票 我相信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也不要说我讲的 我相信你只要是姓角是一个家族成员 你只要是姓角是一个忠实观众们 或者我的lice粉丝好友们 大家都知道 大概在几个之前的两三个月前 我在北中南 你只要在北中南 任了一场演讲会场 你曾经有来听过的投资朋友们 都非常清楚 当时在40几块 50块以下的达麦 我一而不仅一场 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演讲会场里面告诉大家 达麦绝对有机会 股价挑战三位数 让你 可以跟着姓角色家族成员一样 一档股票让你赚一倍 让你财富倍增 换句话说 50万 让你变成100万 100万 让你变成200万 200让你变400 400让你变800 500让你变1000 1000让你变成2000万 那我想 从整个 第一个 该数换感应上 可以变成200万 很重 现在 我看了 你无计的 是 你无计的 因为我这边都显得很清楚 那你现在如果打播这边稍微帮我放大来看 你不觉得说达麦的这些的利多 现在几乎每天报上媒体杂志 几乎你就听到其他专家 开始提到这些相对相关的利多了 当然这边信教师恭喜其他专家 也恭喜法人们 开始帮信教师家族成员抬轿 因为我们是天生做教命 我们是天生做教命 帮我们家族成员 以及所有来自本事好友们做抬轿动作 好那我想从整个当时的低档上来 达麦的大涨 过去这一个半月以来 或许等到达麦涨到六七十块 已经涨了四十几% 涨了将近五成的时候 也许你也听到其他专家 在最近开始跟你谈达麦 但是你也知道 很多的专家都只是跑龙套 来问导游一下 一下来买一下达麦 甚至搞不好都没有达麦 只是扯一下达麦 目的为了做生意收费员 甚至可能昨天听说好像很多专家 都在节目中说达麦全部已经获利出清了 那昨天获利出清的达麦 我不晓得今天是要跟你恭喜涨停板的 但是我相信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你很清楚知道 全市场所有专家 只有信杰老师我 一路的不仅带走家族成员 每天盘中的讯息 都请信杰老师家族成员 不要因为达麦大赚的五成 六成 七成 甚至八成 你就怎么样 轻易的把获利了结掉 我说你这边坡断单一定要续报 事好停地停就好的 就如同我在昨天也在节目中讲 昨天我有做部分的一些获利调节 我讲得清楚 但是我也跟你讲 我没有全部获利出清 那昨天获利调节一些达麦的目的 我也讲的不是看坏它 所以我还跟你讲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有做部分获利调节达麦 你就去放空达麦 空单你会被人家嘎到不晓得该怎么办 手上有 你如果去放空达麦的投资朋友们 相信这波嘎你将近的一倍 你小心啊 农卷到时候被人家强迫回补 到时候农卷被强迫回补 你就真的很辛苦 对不对 因为谁叫你跟信杰老师我对做 对不对 那整个上来我想 那我昨天会从部分获利调节 一点点的一个达麦 我也讲得很清楚 目的原因理由是买进达麦的接班人 因为我认为接下来的这一波的达麦 不管这一波 你有没有跟信杰老师家族成员 有没有跟信杰老师来扯朋友们 达麦这一波赚到一倍的投资朋友们 接下来的达麦接班人 你就千万千万千万 务必要把握住 好那也因为 我想信杰老师跟你讲的东西 你会发觉 好像事后 百分之八九十都会让你验证 而且都会让你在低档 买得到 而且破断大赚得到 那也许过去这段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 也许之前的演讲会场 北中南的每一场演讲会场 你有来听过的 绝对曾经在四十几块 听过信杰老师我在演讲会场 跟你强力推荐 达麦 我说这张股票绝对有机会让你背书翻 那事后完完全全 几乎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 真的到今天为止 信杰老师我给大家承诺 我给大家的 我做到的 但是我也希望 你是跟着信杰老师的家族成员一样 达麦真的有让你赚到一倍回家 真的有赚到大钱 还是你可能自己 或者跟着其他专家 你有来听我过演讲 有来跟我 或看我的节目 曾经是我的爱事本上 有买过达麦 但是你可能四十几块 有赚一两块就跑 五十块就卖掉 六十块就卖掉 七十块就卖掉 结果到今天为止涨到94.7 那为什么中途 你可能有赚一些些 你就获利跑掉 然后被洗掉 其实我认为最主要原因理由就是 因为你不是信杰老师家族成员 你缺少的就是 每一天 信杰老师在盘中的讯息里面 叮咛你 请你续报续报 报老报老 因为达麦会看到多少钱 达麦这一波至少可以涨到多少钱 因为你不是信杰老师 大家粉丝好友们 你缺少的信杰老师给你的叮咛 所以可能你在中途被洗掉 是有些投资朋友 据我所知 达麦获利了结 之后看他继续长不顺眼 还跑去放空搭 现在今天已经被人家高到90几坏去了 那我刚才也讲了空搭你自己保重吧 小心明年出 明年农券叫你强迫回补在破断相对高档的时候 你都后悔来不及了 好那也因为这波 所以说 新小师答应大家的已经让大家做到做到 对不对 那你也看到整个测标我写的 倒数三天 新小师 这个叫做工程升退 我们不是因为做不好的关系 那相信不管整个大盘交捐时数的看法 不管说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我都对整个波段的关键转折 都有十到八到九成的一个准确度在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个股的部分 这些涨幅比较小的我就不多讲 光最近不到两个月时间 一个半月左右的打卖 将近一个半月左右的打卖 一档股票 让所有信贾是家族成员 让所有信贾是代持粉丝好友们 以及各位忠实观众们 你可以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 买到大赚到一倍 那我想之所以 下个礼拜也就是下个月开始 未来我也没有打算再上电视节目的原因理由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想多花点时间 陪陪我的小朋友 毕竟大家都知道 小朋友的一个成长过程 一旦长大的 过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 就不可能时光再倒流了 所以我是想说 以后没有上电视节目的过程当中 至少假日不用常常出去办演讲 至少不用每天 好像录影录到六点多 回到家七八点的时间 那么晚回去 我讲白点就是多花点时间陪陪小朋友 而且这段时间相信也让 很多的忠实观众们 都可以跟着新巧思的脚步 趋吉必修在家长赚到大钱 光学股 车电股 饼盖股 你都可以在高档全身而退 然后反手 买进达卖再赚 既然谈到这个 就稍微跟投资人分享一下 我们家的小朋友好了 这是我儿子 来花点小时间看一下好了 你看这是我儿子前几天假日 带他去吃早 陪他去带我老婆跟我儿子去吃早餐的 两岁四个月 刚好明天满两岁四个月 这是上个月 刚好没有办演讲的时候 假日跑去投成农场 我儿子在这边喂鱼的照片 这是我们家的小朋友 反正利用节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家的小朋友 明天满两岁四个月 那我刚刚讲 我想多花点时间 陪陪我们家的小朋友 如果在耳后 你想在股票上 趋吉必修赚大钱的投资朋友们 你要么可以直接 加入信杰老师的家族成员 否则否则最起码 请你成为信杰老师的来者粉丝好友们 既达卖大涨一辈之后 下一档达卖的接班人 由五成到一倍的涨幅 我希望你都可以跟着信杰老师家族成员 都可以跟着信杰老师来者粉丝好友们 一起在股下上赚钱 甚至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自己操作不顺利的人 让信杰老师我带你换股 因为唯有换股换对股 你才有机会 快速的在股票上反败为胜 我们休息片刻 马上回来谢谢 大家好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只要前涨大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前涨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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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有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至少有五成到一倍的空间 而且我这几天在节目中讲的我给自己的期许 希望在农历封关前后 换句话说剩不到两个月时间 那你也不要怀疑 两个月时间真的股票可以飙五成到一倍吗 两个月时间真的股票可以飙五成到一倍吗 别忘了达麦只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甚至连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都不到 已经涨了一倍 一个半月的时间不到 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已经涨了一倍 所以这一档达麦的接班人 我认为应该有五成到一倍的空间 而且我讲过的股票标股不会等你 已经悄悄在震荡走高 那为什么这一档达麦的接班人 非常有机会 有机会大涨五成到一倍 那如果万一像达麦那样超过一倍 恭喜新小时的家族成员 恭喜所有新小时的本事好用 以及各位亲爱的同事朋友 你在整个农历封关前后 你这个过年大红包 你又可以让你财富倍增 原因理由就是 这一档隐藏版的低价标股 股价只有同板价 股价只有十来块 明年拼赚一个股本 你说真的吗 十来块明年真的有机会赚一个股本 赚十块钱吗 挑战赚十块钱吗 我想这一档股票的 相关的基本面的潜在力多 新小时都在整个赚十分四好用面 其实我送给所有新小时赚十分四好用门 换句话说 你只要成为新小时赚十分四好用门 你都可以拥有 你也已经知道 这一档隐藏版的低价标股是哪一档 就如同我当时在这边跟你讲 达麦会怎样 会涨一倍嘛 对不对 很多人也是半信半疑压 可是你现在回过来你会觉得说 哇 如果当时相信新小时的话 从这边买进 或是把这些平盖股 光学股什么车店股 卖掉换到新小时的达麦 一倍 早就把之前在电子股赔的钱 在其他股票赔的钱 连本带利都赚回来了 所以不管过去这段时间 你有没有跟着新小时 买到达麦赚到大钱的投资朋友们 这档股票 当作是新小时在整个公开的媒体节目 电视节目 应该是电视节目 因为以后还有一个广播 电视节目 给大家最后的一个过年的大红包 直接农历年封关前后拼五成到一倍 那针对这档股票 你想了解你想知道的 只要你加入新小时代者粉丝好友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 好不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